此时菩萨 腐败 佛言 师尊 菩萨齐何明得原种法 舍摩托 毗不舍托 这是第二课 问答得原种法的分议 解释原种法差别分三课 第一课问答原小种等差别 这一课是讲完了 现在是第二课 问答得原种法的分议 得应该说就是成就了 成就了原种法的分议 这个分议或者说是繁围 在这里或者说是位次 也就是阶级 到什么时候算是成就了 这一课分两课 第一课菩萨请问 此时菩萨 腐败 佛言 师尊 菩萨齐何明得原种法 什么都不算多 所以这个法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得 才算是成就 原种法的指观 这个种法的指观成就了 这样说 佛告此时菩萨曰善男子 有无缘故当之明得 你问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这个 伦总法的指观 有无缘故 有五个因缘 你问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成就这个 伦总法的指观 现在告诉你 有无缘故 有五个因缘 好 你问到什么时候 由于你成就了五个因缘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得到原种法的指观量 这五个缘 你成就了 就是成就了中法的指观量 这是表述 下面别词 我别词 是 医者 于思为思 插挪插挪 用消于却出众所义 这是第一原因 这个 说成就 说得 得到了 得到了 这样的指观量 这就是到圣位了的时候 才能说得 就是得无成发言了 就圣言了 这个 这里面你分 五个部分 来说明 得至观的相报 第一个呢 就是 于思为始 插挪插挪 用消于却出众所义 这个 这个圣位 已经入圣位了的人 当然他也是由凡位过来的 他不断地努力地修行啊 超凡 入圣位 入圣位 入圣位的时候啊 就是有这样的境界 于思为始 这就是在 摄魔陀里边呢 修匹布舍诺 叫思为始 可是这个思维 同于两方面 摄魔陀 也可以名字为思维 披布舍诺 披布舍诺 也可以名字为思维 这个 摄魔陀 叫思维 就是意念所原境 意念所原境 意念所原境的时候 也叫思维 这个 我们 我们没有入圣位的人 这个所原境 是各式各样的所原境 入了圣位的人 所原境也是各式各样 但是 其中有一样 他的所原境 就是以第一地为所原境 这个摄魔陀的指 就指在第一地这里 住在那里 安住在第一地 那叫做知 那么思维 这个披布舍诺 你是观 披布舍诺 分两部分 就是在我们繁位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是繁复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学习观察第一地 但是不能直接去观察第一地 你一定观有违法 思维 观察有违法 是意念所生 是必定空 这样子 才能入语 误入第一地 我们在繁位的人 是这样子 要是入圣位的人 他可以分两部分 也是观察这些有违法 无常无恶必定空击 可以这样观 这个经历上有现成的一句话 重力远真 就是在繁位的时候 在外帆 或者内帆 内帆的时候 观察摄手相应师 牙耳鼻子心意 都是无常理 无恶理 毕竟空 无恶无恶 这样子观察 那么入了圣位 你怎么 重力远 还是观察 实际上是 是无常理无恶 就是毕竟空 无恶无恶 还是这样观察 你叫重力远真 所以这都叫做思维 可是入了圣位以后的人 他这个思维 不管是直 或者是观 这样思维 是插挪插 插挪 用消一切出众所欲 就有这种作用 插挪插挪 这样 他就能 用消 可以说是破坏 用消就是破坏的意思 破坏一切出众所欲 或者说是雷神 雷神 雷神 也就是破坏的意思 破坏什么呢 一切出众所欲 这个出众是什么东西呢 出众就是烦恼障 和所知障的种子 烦恼障和所知障的种子 就是从久远以来 我们这个污名烦恼 不断地在熏悉 不断地在熏悉 所以在内心里面 就熏悉了很多很多的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功能 种子是功能 熏悉成一种功能 在内心里面 它的功能就是有再献起烦恼的力量 这就是功能 你像我们坐禅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这是说的 要离得体量 但是也有意思 我还是说 比如我静坐 静坐这一小时 我前半小时 心里面或者是修职 或者是修官 假设修得很合适 这些修职 没有昏尘 没有散乱 心里面凝静而入 于所远近 于所远近凝静而入 那么假设这一定 就是定半小时的话 半小时过以后 就来了妄想了 或者是昏尘或者妄想了 那么我前半小时的明镜而入 到现在是一点效力都没有 那么这个事情 那算怎么回事 所以从这个 这个种子体现行 现行熏种子的道理来解释 有需要 有需要这样解释 就是你这半小时的 这么明镜而入 就在你内心里面熏成了种子量 熏成了功能量 熏成了 熏成了的时候 那时候我这是不明镜而入了 我打了妄想了 我又昏成了 那么你这个昏成妄想 又熏成种子 也熏成种子了 也是熏成了 可是你按这个教义上的解释 我现在静坐一点意味没有 我以前修得很好 现在一点是没有艺术 但是你没有白辛苦 你那个明镜而入 你那个如理作意 熏成种子量 你心里面有那样良好的功能在里面 你没有白辛苦的呀 没有白辛苦 所以我那一只箱只有半小时 做的不是 后来半小时很不好 但是开劲了 出去跑跑 回来再做 再做 又是妄想昏成 妄想昏成一刻钟以后 精神又好了 执也执得好 乖也乖得好 这样子你又把以前熏成那个种子 加强了力量 你这个子 把以前的子的力量加强了 官把以前的力量也加强了 加强是加强了 但是又不对了 往下又来了 但是不要紧 今天也这样做 明天也要做 那么你渐渐的渐渐的 子的功能强起来了 官的功能也强起来了 终究有一天 太阳出来了 所以我们清静的界定会的讯息是这样子 眨眼的讯息一复如是 也是这样子 有的人烦恼重 有的人烦恼就清 这就是不一样 就是讯息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 但是都不是固定的 都可以变动 所以 因何人说 哎呀我现在 我做不来 我没有希望 你一样有希望 只要肯努力 还是可以有希望 所以我做得很好啊 如果你不努力 还是不行 所以就是努力很重要 所以现在说是 这个荣消一些初衷啊 就指这个 半脑障所指上的种子说的 久远以来 熏悉这个种子 熏悉这个种子呢 为什么叫做初衷呢 其实这个字啊 我出家以后 佛学院里都听很久了啊 但是究竟怎么讲啊 还是说不清楚 不是这么说初衷怎么讲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舍大成论要学习 舍大成论的无性 不是他解释一下 他解释 他解释 出这恶也 善恶的也 出这恶底 这个是重啊 重是什么意思 重的是沉默的意思 下沉 所以你要有这种事情的话 就使得你恶 使得你先下沉 使得你堕落 你这个反倒来了就是不对嘛 就是恶了嘛 反倒一来了 使得人的 你一个平的分数都少了 逐渐逐渐的就不对了 直接的初衷 还有一个是你 无堪能性 你有这种种子烦恼啊 就是无堪能性 没有能力 没有什么能力 它是顺于杂眼品 这些烟雾的事情啊 他同它合作 这个烦恼的种子一活动起来 同这个杂眼的事情合作 他随顺杂眼 唯一清净品 顺杂眼品 唯一清净品 所以我想要静坐 它就来障碍你 你想要做功德 它就来障碍你 没有做善法的堪称性 所以叫做初衷 他这么解释 所以初就是不细的意思 重就是不轻 这样解释 当然那个字是解释了 还是不太明白的 这表示这个细和清呢 是赞叹善法 善法呢就是 比如说光华 光哉 清快 善法是光哉清快的 这个阿法就是初衷 这样意思 就是这样子 这个 你修这个旨观 这个圣音呢 一德无声法音的圣音 他声摩托也好 他屁股手挪也好 刹脑刹脑的也 破坏他内心里面的 吾世杰来熏悉的这个宗旨 这种初衷的宗旨 破坏他 刹脑刹脑就能破坏 这个说衣怎么讲呢 所以啊 这个初衷是指种子说的 它是谁的意志处呢 它是现行的意志处 所以我们心里面来的贪心量 就是内心里面那个贪的种子 做贪心的意志处 这样就是破坏啊 烦恼的种子 就叫做 刹脑刹脑 用销一切初衷 所以 这个 还有一个解释这个所衣 就指阿赖耶什索 是阿赖耶什索 阿赖耶什索 阿赖耶什里面 它是一切扎眼种子的移植处 也就是说 破坏这个阿赖耶什 就是 成功呢就是转出成治疗 成了大圆形的治疗 足远这个地方是断除这扎眼的种子 这个修习止观呢 到圣人的时候就这种境界 刹脑刹脑的 用消于一些初衷所欲 二者 是离种种想得乐法乐 前面呢是断得 断除这些扎眼的东西 这里是成就的功德 是离种种想得乐法乐 前面呢是说过要议十二本教 我以为主 修舍摩脱皮肤神奴 就是要学习佛法 从佛所说的法语里面 去学习止观的 法语里面呢 它开始我们呢 种种的想 种种的观想 我们的思维观察 这样子 什么无常想 修不敬观是不敬想 无常想 苦想 无恶想 必尽空想 很多很多的这些 如里做一里都是想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 入了圣位的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第一个功德是断除烦恼的种子 破坏烦恼的种子 第二个功德是离种种想 就是像金刚经常说 法上应舍 就是离种种 那句话就是离种种想 就是这个意思 离种种想是什么呢 我这是举个例 举个例这么说 是这个一言真如 一言真如 这个真如 我们估计就是说 一切法空是真如 一切法空 这四个字 这四字就是言 就是语言文字 要依言 你就是 不叫法假安立 就是这个意思 要是依这个 语言文字 来形容这个真如 是这样的 就是语言真如 如果没有这句话呢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如了 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真如是一言真如 也叫做安立真如 用语言文字啊 安立出来这么一个相貌 这叫做真如 实在你要这样想的 也叫做真如想 就是真如想 就是这样子想 也叫利言真如 就是不用语言文字 还有个真如 那么也叫做非安立真如 不需要讲这些语言文字 来安立这个真如的相貌 现在这上面说你 就是离种种想 得乐法乐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利益种种想 就是 也不做这个不敬想 也不做无常想 苦想 无恶想 真如想 一切想都停下来 也想这个是什么呢 应该是那样 你先我们修止观呢 先应该是学习这个安立真如 学习这个依然真如 但是也要明白什么叫做利言真如 非安立真如 可是修止观开始 先学习这个依然真如 先修习 修习这个依然真如 这样思维 按照这个依然真如 这样思维 按照这个依然真如这样思维 就是想 就是所谓观了 就是这样想 你这做如是观 做如是想 完了 就把这个想 停下来 想停下来 那么就变成 理言真如 理言真如 比如说我们呢 我们这个心呢 我们的身体在这坐着 我以前去过扭药 在深深地住 那是什么样子 记得清清楚楚 你身体在这坐着 但是你心里想到那个境界 那个第六意识就在哪里了 就不在这里了 就是这样子 那么 现在是修止观这个意思 你做如是想 就是一言真如 把这个想停下来 就变成了 理言真如 理言真如 但是你初开始 没得无声发言呢 还不是 还不是 一定得无声发言以后 已经入圣位了 他的心能理种种响的时候 他就 与那个真如相亲和了 相亲和了 所以 理种种响 这一切的 原来的一切的 如理作义的 这些观想 都停下来 都离了 离了就和那个 力气象的 真如相亲和了 那就叫做得乐 把乐 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乐 得到大喜乐 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一样 你说是狼狐来了 立刻你心里有个感觉 所以看一个 一个寂静处 有个莲花痴 你一看就 就心里另一个感觉 我们在凡夫境界这样子 要是你同这个真如相亲和的时候 就发落 他也有感觉 得大发落 得到乐 而这个乐是什么乐 是法乐 这个法就是这个真如 就是一真法界 法性 法界 如 法性 四季 这些都是相同的意思 就会 欲中喜乐 这样就叫做得到法乐 就像人呢 在这一个 特别庄严美妙的花园里面 在那里欣赏 就得到喜乐 就是这个圣灵它的无分别字 在那个真如理上 也是 就是得大 得落 法落 是这样意思 是离忠忠响 得落 法落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就是离忠忠响 就是远离了 这个粗显的种种响 粗 粗显的种响 就还有微细的 深入的 微细的这个响 就是依据佛的法语 做披补手 那观 观这个真如理的时候 但是不是粗显的 特别微细的 这个时候你得大法乐 得落 法乐 也可以这样讲 好 善者 结了 十方 无差别相 无量法光 这个 结了 就是这个 紫离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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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 questo就是圣人了 他能够结了 就是通大 明了 明了 什么 十方无差别相 无量法光 這個 十方是变一切处了 一切佛世界 或者是一切佛 释放一切佛 无差别相 就是平等无差别的 就是无量法光 这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释放一切佛 所宣说的无量无边的 语言文字的佛法 叫做法 我们学习这个法的时候 就令你得大智慧 所以叫做法光 无量法光 就是释放或者说是释放佛 佛佛道同所宣说的佛法 都是无差别的 无量无边的佛法的光 你能够解了 能够明了 就是德无声法引的这些大菩萨 这些菩萨 他们继续不断地修舍摩托 屁不舍摩托 他对于释放无差别的 这些佛法通达 得大智慧 有这种智慧 这样的意思 这样这个是教 这个无差别 无量法光 是诸佛的言教 他们能够明了 我们凡夫还是不信的 佛说的法 我们有的能听得懂 有的不懂 记录成文字了 左思维又思维 有的懂 有的还是不懂 但是圣言不是 圣言的这个 得入圣位的圣言 别了四方 无差别相 无量法光 能够通达无碍 是者所作成满 相应敬分 无分别相 横线再现 第四个圆 第四个圆 第四个圆是什么呢 所作成满 他的所作就是修小圣道 这个圣道是他所作的事情 虽然已经成办 已经圆满了 所相应的那个清净的境遇 这就是佛才是 才可以是主作成满 或者说 实地菩萨叫做满 佛就是成 佛是成办了 他们成办了 离一切构言 纯是清净的那种 那种功德的境遇 无分别相 横线再现 前面这一句话 所作成满 相应敬分 这是果 佛所成的果 底下无分别相 横线再现 是因 是因 就是这位菩萨 所修行这个因 这个因 能引 能引发 佛的所作成满 相应敬分 能成就 能成就佛果 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他那无分别相 恒线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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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不容易 恒线再现还不是容易 只是要是到地 要是从华眼镜 实地品上看的 那要到八地不是以上 才可以 那这是无分别相 恒线再现 无者为令 法身 得成满 故 舍受厚厚 转身 妙音 这是第五个国 为令 为求 此令自己的法身 得成满 这个法身的功德 成就圆满了 所以要 舍受厚厚 转圣妙音 就是舍受 就是集聚 或者说集聚 或者说是成就 又也可以 厚厚转圣妙音 厚厚是对前前说的 前尔又前 不断地修这个 舍摩托皮股舍诺 所以就是成就了 厚厚的转圣妙音 就是成就佛的法身的那个音 是叫做圣音 也就是妙音 不可思议 特别殊胜的妙音 这个妙音是怎么来的 就是由前前的修行 成就了厚厚的功德 辗转的殊胜的 这个妙音 成佛的妙音 就是继续努力地修行 这是第五个 第五个音 武者为令法身得成满路 所以是厚厚转圣妙音 这五个是在舍大成论上 曾经引到舍大成论去有解释 这就是这一句话的 但是那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一种种想得乐法乐 它有几个字不同 就是得法愿乐 它这么说 这里翻译得乐法乐 在舍大成论里翻个得法愿乐 这有点不同 那么由这五元 当之明德 这样子你就是得到 元种法的止观量 这也看 就到了佛的时候才圆满 可以这么说 此事菩萨腐败 在佛言世尊 此缘种法 舍木托皮克舍诺 当之从何名为通达 从何名德 前边是第二课 问达 德缘种法的奋义 这底下是第三课了 问达通达与德的地位 通达和德的地位 他们的阶级 分两课 第一课是菩萨请问 此事菩萨又对佛说 是尊 此缘种法的舍木托的止 屁股舍诺的观量 当之从何名为通达 从何名德 从他到什么地方 才算是通达这样的止观量 从他到了什么地方 你才算是德 先生们这样问 是佛高 此事菩萨又善男子 冲出极洗地 名为通达 从第三八光地 来名为德 善男子 出业菩萨 于是中 随小作异 随位可叹 你不应谢非 这是 这底下 你是佛回答 佛回答分两课 第一课正答前问 回答前问 佛高 此事菩萨说 善男子 冲出极洗地 名为通达 就是屠杀有十地 十地的位置 以极洗地 一共有十个位置 十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叫做极洗地 我昨天也说过 修行成功了 心里面大欢喜 这个极洗地 就是它断除了 这个极洗地是断除 分别恶子和分别法子 通达了 恶空法空的道理 这个时候入了 圣位了 有自度度他的能力了 自己聊到生死能力 逐渐地开始成就了 也有能力去弘扬佛法 去读化众生 这可见 从经论上看 弘扬佛法 到了初地 到初地之处 有这种能力 有利益众生的能力 前面 这个圣解行地 就是内凡外凡的这个时候 佛没有给这样说 我没说 你有斗化众生的能力了 我没这么说 到了初地的时候 才说这句话 所以它大欢喜 所以叫做极洗地 极洗地的时候 叫做通达 这个通达 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通达真如了 证悟诸法诗相的真力量 它证悟这个真力量 所以叫做通达 我们现在是讲了 用嘴讲的 真如你实在没有明白 现在到极洗地那个时候 它是气会这个真如力量 和真如力量是同意的 那是圣语的境界量 所以叫做冲出极洗地 这个时候叫做通达 通达 这时候因为这个止 止在第一地 能按住在第一地 观也能观第一地 所以这时候叫做通达 我们现在止也不能止在第一地 观也不能观第一地 这不能低 不过是 有经论上 佛福尚开示我们的 这个可以做手眼镜 这个可以做手眼镜 佛福尚没有准许的 我们初开始用功力 不要自作聪明 我愿意观这个 我用丝度做手眼镜 其实呢 佛告诉你这个 还是听佛的话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听佛的话 因为你用这个手眼镜 要是对了的话 这个手眼镜对你有好处 你要搞错了 那个手眼镜也会有作用 将你颠倒迷惑 有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 到了圣位的时候 子 观 都是第一地的经历 所以叫做通达 冲出极起地的时候 因为通达 他正无第一地了 从第三发光地 来明为德 用这个两个字 你也不是问的时候 用这两个字 一个通达 一个德 所以现在回答 这个初地明为通达 二地没有说 二地没有说 照理说也应该是通达 那么第三地 是发光地 这发光地 在这个成为思论上 舍大思论都有解释 这个发光地 这个菩萨成就了胜定 殊胜的成定 成就了殊胜的成定 得大种词 得到大法的种词 这个大法种词是什么呢 就是这位 这个圣人到第三地的时候 他这个念力 念佛这个念 不用口号 那个念力就是记忆力 不可思议 比如说是这个 或者是花言经 或者是法化经 或者是打不惹经 或者是无量无边的修德罗 他都能记住 都能背下来 一步一步地都能背下来 有这种力量 就种词大法种词 完全能记下来 你就是说 佛灭度后 那一年的夏安居 这个加塞尊者 他集会了500阿罗汉的 结基的这件事 结基的这件事 那么选这个阿南尊者来诵 诵佛说的这些经理 然后那些阿罗汉的下面坐着听 从这件事就知道 这些圣人 这些阿罗汉的圣人 他们都能背 他们把佛说的人都能背下来 都是有这种大智慧 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力 但是菩萨 你从花言经上看 那是更多了 无量无边的修德罗 都能背下来 大法种词 有这种力量 我们这个凡夫 没得定的 记忆力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要能够 能够背一部经 两部经 也是不容易 也很难得了 金山曾经说过 这是释迦牟尼国的宝贝的弟子 想用着宝字 这个徒弟能把什么经背下来 这是我的宝贝的弟子 有这个赞叹的话 现在入了圣位的 到了第三地的时候 他成就了殊胜的禅定 他就成就了大法种词 这种功德 所以他能发出来 庙慧的光明 就是发光的 因为又有禅定 要是有托罗尼 大法种词 种词就是托罗尼 能够议词念词 佛的无量无边的修得罗 所以他能发出来 庙慧大智慧的光明 智慧就是光明 大慧的光明 所以叫做发光地 从第三发光地 乃明为德 这时候才叫做德 前面解释你 前面解释这个德 就是具足那五种 叫做德 那么这应该说 是到了第三发光地的时候 就有这五种的功德 当然三地还是不如四地 四地还不如五地 还是不如四地 还不如佛 只是它可是具足这五种功德 或者说你这个德 就是纯熟的 纯熟明德 要是初地和二地 就不如三地 初第二地没有明智为德 没有给他这个明智 不明为德 只要是第三地才明为德 所以这个得初得无声发言的人呢 也可能得四三八定了 也可能没得 只是有个味道地定 只有味道地定 在味道地定里面得无声发言 那么他就是没有圣地 就是没有 到第三地就是有料 所以得出国的圣银呢 只是得个味道地定 还没得到初三二三三四三 没得 但是他也可以得 他这时候就不修四年处 而且修餐厅也可以 但圣银呢 出国圣银呢 他要修餐厅 也很容易就得了 得了以后 在禅定里面修四年处 那么一下子就散过 试过就得阿罗汉了 有这种次地 所以这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 同样的法门啊 但是这个次地不一样 有的人先得定 而后得圣道 有的人先得圣道 而后得定 不一样的 有的人一直得了阿罗汉了 他还没得定 还有这种事情 现在这个菩萨 也应该是有这种情境 就是初地的时候 没得圣定 到第三地才得到 得了定以后 这个念力不可思议 念力不可思议 你那个天台智子大师 你看他那个讲的法里面 他随时就引证 随时从这部经 引出一句话 从那部经 引出一句话 这件事不简单 这件事就不简单 你不用意理 不像我们呢 在那写文章的时候 这里翻一翻 那你可以隐证 可以啊 这个智子大师 他讲经 庄摩河指冠的时候 在荆州的玉泉山 在那里讲的是 二十指数 一天剪两次 三个月 安居是剪三个月 就是剪了一步 障碍的 你看它不断地是引证 这就可以知道 自大使也是得脱了医疗 它就是把这些经书都一读 就是不忘 就随时可以用 随时可以用 我们现在的人也很聪明 把它放在电脑里 我一按钮也出来了 所以我也可以用 也是不错 所以现在这里说 发光的这些圣人 它完全用自己的定位 界定位 而不假计其他的物质 不假计什么机器 它不假计那个东西 从第三发光的 第一来认为得 这是完全说的是圣灵的事情 三男子出业菩萨 与世中随小作义 随未可叹不应谢非 这是第二课 劝出小者 前面说是原谱法的 什么都比不什么 那都是实地菩萨的境界 在后边这个问题 一个是通达 一个是德 也都是圣灵的事情 那么我们凡夫就是没有分量 所以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安慰安慰 所以我们就说了 三男子出业菩萨 于世中随小作义 所以我们凡夫的菩萨 你也有分 初开始修晓圣道叫做业 初开始这种年 于世中随小作义 这个珍如 照见无蕴皆空 度一切苦 这样的学习 随顺学习 直观的作义 也可以这样子 随未可叹不应谢非 所以学习是学习了 直也直不好 观也观不好 不值得赞叹的 现在大菩萨那个直也特别好 观也特别好 那是应该赞叹的 我们是 我们感觉不满意 是不可叹 虽然是不值得赞叹的 不应谢非 你可以精进的运功 不要懈怠 终究有一天 你也是通达了 你也是得了 也是值得赞叹了 请不吝点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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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叹